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没有怎么看过权力的游戏 对 特别对不起 我们需要一个没看过的 好让我们看过的跟你说个明白 对 我坐飞机的时候 就没头没脑的看过一两集 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上下文 我没有太入戏 所以你们俩就可以很好的搭配 因为这有一个就是说 不仅是看过 而且他觉得 他是骨灰 他是我们枪枪的权力迷 权粉 权粉 哎呀 徐老师 整天穿着权力游戏的那个衫 而且都去到了 那是我衣服少 换来换去就得换去 去到了林东 叫什么Kinsland Kinsland的那个 科罗地亚的那个景点 他都去 他冰岛 我是去火 他是去冰 我们冰与火之歌 对不对 我都是去那个夜王 诗诗鬼活动的地方 僵尸活动 就是专门去看那个景点 因为权力的游戏不紧 那跟看电视 我其实昨天晚上也是在刚看那个最后两集 我一下我还看到我在冰岛看见那个草帽山 那个那个尸鬼夜王他们到了那个草帽山 积雪的这个这个草帽山 那真是世界上大的这个景点啊 哎 徐老师聊聊吧 这个又一季结束了很多 我发现很多枪枪迷也是权力迷啊 就是说的就是说也是游戏迷 你你怎么影评 太短了 最近这一季太短了 就是等啊等啊等了一个年 来出来怎么吵吵的就七集 而且呢 要是你前面没看 你只是看最近两季的话 其实是失望的 这个戏已经是在走下坡 没办法了 距离啊各方面 现在在看我照样追着看 但是完全是因为他之前好 就是一个习惯 就是一个欣赏习惯 就好像西班牙对意大利地踢的再差 我都会看一样 就是他现在他接下来还有还有最后一季 我都猜到他是什么故事情节了 所以但是我也会看 但是他的好的地方是在前面几季 不是现在的时候 那我的要求比这个徐老师低多了 你知道我有一种很有意思的观看心理 我就觉得有些东西啊 就是用不着说他好看 就是他这个一出来就好看 我很难解释 我给你举个例子 这就是惯性 不是 我给你举个例子来说 你比如我有一次听郭德纲和鱼谦说相声 那郭德纲和鱼谦相声在剧场里 你知不知道就是这样 就好像他们是自来水龙头 你知道吗 观众不让他反场的 然后再给一个 再给一个 再给你讲两分钟小段子走了 他也不是有一个 到最后就变成好像他是个自来水 你知道吗 你不用说他的结构 主题都不用说 就比如说我为什么觉得权力的游戏 我的水平低啊 但是而且我看的少啊 但是我至今想了解 你要让我说我现在所看到过的电视剧 我觉得最好看的 我就是说权力的游戏 为什么呢 这已经超越了 我就跟你说的 他的主题 他的结构不是 我现在看就在于啊 他们这些衣服 他们这种在细节上的这个节奏 轰加的龙 哗就出来 我跟你说 我看就觉得 再来五分钟嘛 再来五分钟 我永远可以看下去 可是我恰恰 是不是我太低级了 我太低级了 我也 因为我是在飞机上偶尔看了这么一两集 你说的龙我也看到过 然后中间有一些 但我恰恰就那么 眉头眉尾看两集 我入不了 对 是为什么呢 很多人问这个问题 我也碰到有人来说问题 说这个戏到底好看在哪里 对啊 那我第一个我同意 我现在很多这个全世界 它是目前全世界 收视率最高的一个电视剧 而且也是评价最高的 这个不是我们个人 当然全世界人民喜欢 不一定就是艺术的精品 对 这个很难说 比如哈利波特也很全世界人民喜欢 但我在我看来 什么紫环王也是很多人喜欢 但是我觉得权力游戏 比他们都都好得多 这个目前来看 就是他说的那个情况 这是这叫惯性 你就是他出来 就那个摆个范儿 这几个人物 他的人物太多了 你知道他每一集啊 只是他的部分人物 出一个镜头 他很多人呢 这一集 一集里边 一个小时里边 最多来给你一分钟 半分钟 你都觉得很过瘾 谁在那里出现一下 就把拖一拖 或者不拖 都都觉得很很过瘾 那个是一个惯性 但是话说回来 惯性是怎么来的 惯性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你郭德纲 你现在看着他 站在那里就乐 你比方说 以前侯宝林一出来 我们就觉得好笑 那是因为他之前的口碑 积累下来的 那之前口碑积累下来 那就是值得分析的 那就好在哪里 我们以前专门讲过嘛 比方说他的历史 他写历史呢 他是假明是假 实际上是真 你没有 他是英国历史为背景的嘛 那你其他的历史 比方说罗马啦 比方说都都王朝啦 讲这个英国历史 你摆明了写历史 人家就会说你 里面有很多假的地方 很简单 中国一样 大明王朝啊 什么什么 但是他摆明是假的 人家都看出玫瑰战争了 看出什么 那这个是历史的一个 一个很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 我们以前讲过 他是没有正邪不分明 他的人性很复杂 他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帮派里边的人 好坏 都不大容易分得清楚 这很难哦 第三个好处 我们一直讲 他的细节非常精彩 你不管他讲的什么故事 你都没考虑 他一件衣服 打一个架 喝一杯水 人进一个房子 都是像拍电影 你那么讲究 他造了一种语言 造语言 他里面 他造了一个世界 你就可以去 有很多人就觉得 所以这个是我理性分析的 他历史的虚中有真 他的那个人物是正邪 混淆 比方有深度 然后他的细节高度真实 但是我跟你讲了 到了最近以来 你不管了 你就这么跟着了 明知道他现在越来越通俗化了 但是 就是我还可以用我的角度啊 回答你刚才这个问题 广告之后再回答 好 轻轻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因为我说 我从我这角度 回答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从第一季啊 就是不求甚解的 看下来的 因为确实 他有点烧脑 他这个线索特别复杂 其实呢 我也有什么名字 我也记不得住 你知道吗 其实每一集的 这个这么多线索 我也不是完全搞明白的 但是 就好看 好看 像我这种有非常严重 脸盲症的人能看吗 就是你连名字都搞不清了 我会脸盲 你可能也会发现 这个人是哪 什么铁肿 就跑那这哪头 有些人物你考不清楚 但是我就 我就我就我就跟你讲 你比如说 咱怎么说吧 比如说这个宋画 宋朝的画 和这个 明朝清朝的画 很不一样 对 你看明朝清朝的画 很多他就不画了 就留白了 这个宋画 你比如说 清明上河图 你去看 它是啊 宏观到整个的 红篇巨制完美 具体到每张桌子 俩人划拳 对对对 根据这个的分辨 这就是宋 这就是宋人划的拳 你明日仿照的那个画 可能手值的 可能五辉手的 少一手值的 就是他到这么一个 精细 一个程度 所以我当然 不是说权力游戏 就有这么样的高超 但是基本上 我说我为什么爱看 演员演这个戏 都是好的 讲出来的台词 都不是脑残的 是符合 咱们这种人的理解 世界上文艺创作的 一些几大主题 权力阴谋 性与怎么死亡 甚至还有什么呢 阴阳两界 还有这种神怪 你可以说 但是跟咱们说 那玄幻 那可是差着 差着太大的 杭式去了 他那个神怪 就一点点 但是又构成 他那个总的一个边上 他不是主要的 要真的很多神怪的话 人家也不喜欢看 所以我过去 上次我们聊这个 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你看 这个东方文化 有一个特点 就是拍真实的东西 都拍的像虚的一样 拍像的像 拍的虚 你看那个武侠 高了高去 陆地非常就那种玄幻 西方的这个创作风格是 你发现没有 他拍那个夜王 他拍那个狮鬼 但他拍的像人一样 他拍的像真的一样 他们有一场 在跟狮王他们打仗的那一场 那也很厉害 做的那个特技 而且你比如说 那个皇太后 穿那身衣服 任何一个人 穿的这身盔甲一出来 就能看 我像你 看时装模特表演 你都看 所以我说 任一个细节 我都喜欢看 对 你这个感受就是 我最近因为刚好是看到 那个罗丹的雕塑 那个地狱之门 他正好在一个地方 我经过有看 站在 特别近 我就看到 哎呀 我说里面 这也是 不过是神神鬼鬼 地狱里面 都是一些普通人的 鬼鬼脸 每一张脸都不一样 每一个脚丫子 你都可以看到 然后就 你说的一种细节感 但这个问题是特别有趣 就是说 现在都是在 你就各种的 就是你在电视剧 他们各自的频道上面 自己制作的制作费用之高 已经超过了一般 我们去电影院看 对吧 我最近是在 有一个叫 骆加诺 那个电影节 他是一个非常 就是在瑞士 但是很多年 很长久历史的 一个电影节 但是他是比较平民化 就是他不崇尚走红地毯 等等 那他这次有一个 特别讲给了一个演员 是以前钢琴课的 那个男主角 他有一个那个分享会 他就讲到一点 他就说 大家认为说 现在演员好像地位 没有以前高 或者说 为什么大家都不进电影院看 他就讲了一句话 特别有趣 他说 所有的魔法都消失了 你现在都是在家里面看了 你都是在家里面 那些电视剧的制作 如此之精良 你都不用走进电影院 这个黑匣子里面 他就说 他说 所有的魔法都消失了 那不会啊 电影还是很发达 看电影的人还是很多 对不对 说实在话 有很多电影 其实很差 但是照样有很多人去买 因为人需要家里以外的另外一个空间 让你可以专心意义的去做 电视剧呢 这个播法 我是外行 但是我注意到 他们这个是他的文化工业的一部分 他有各种不同的播法 比方说纸牌屋吧 他很有意思 他拍了一季以后 他跟你连着 就给你播掉 这个很奇怪 他不让你等着 他就连着播十几个小时 你要盯着他看 或你看累死了 播完了就没了 以后你们就自己去倒等去 这是一种 你像权力游戏吧 它是最摆价值的 它一年出一季 一季只出七集到十集 每个礼拜播一集 一集不到一个小时 你可以连在一起看的 你不可以 除非你等这后一季出完 对 你可以连在一起看 你可以到事后重播 但是喜欢他的人 是等不到那个时候的 他九点那个时候多 我们就同时 你就会再看 为什么有剧透 为什么你知道 电视剧内容啊 有黑客 像窃取五角大楼情报一样 被窃取的 就是权力游戏 权力游戏的剧情 有这么高的价值 被黑客去窃取 但它价值很大 它就这么几集 已经现在播完了 要到明年了 中国现在的电视剧啊 这几年呢 你明显看得出来 制作水平啊 在提高 对 越来越高 制作水平越来越高 但是呢 你跟权力的游戏相比啊 这个投入不一样 对 我还是能够感觉到 它的差距在哪啊 工业的差距 其实当我们在什么情况下 使用工业这个词啊 就说的 不是依赖一两个天才 对 您是名导演 您是名好本子 不是 而是全行业的 素质高 这种素质高 甚至是 接通国际世界最高潮流的 这叫专业流 你看啊 我 你看 我就觉得 我跟有些评论家 他们不一样 就是呢 我觉得跟我父亲 干的工作很有关系 我父亲呢 在工厂里 是工艺科长 他一辈子 搞这个工艺 所以你看 一直影响到 我们家这个孩子 我呀 其实不不关心这个什么 这个观点啊 或者那个深刻含义 我是一个关心工艺的人 将人精神 所谓 不是 还不能那么讲 就是所谓工艺指的就是什么 比如说你说你设计 其实他就 我爸就跟我讲 很多时候中国的设计水平很高的 中国有时候设计出很多很好的机器 但做不错 但是呢 工艺就是负责把你这个设计啊 用什么工具 用什么怎么就能做出来你设计的 这不走样呢 这就是工艺这个流程 我喜欢看的电视剧 比如说这个权力的游戏 要照我说 就是他的这个工艺 这个工艺就在任何一个点上 说这个编剧是在高水准上 服装在高水准上 摄像在高水准上 演员在高水准上 他所有的 甚至你知道 为什么我说这就是个活啊 这在咱们来说 今天的这个艺术圈啊 很多喜欢玩概念 比如说 什么人干一个什么事 但是你有没有意识到 就是这个活画画啊 包括访问人 包括主持节目 你除了其他他的智慧 他的天才之外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是一个活 他有很多具体的细节 你知道吗 他是一个活 你比如说 我就说像这个权力游戏 不说别的 学校说我有时候就特别过瘾 反复放他这个片头 这个片头 登登登登 插甲火龙宝剑 那种一般电视剧 一般的连续剧到片头的时候 我们都快进来 对对对 唯有这个戏啊 到了后来啊 他片头在放 我们傻乎乎的也在等他 他那个片头到这个地步 那个片头的音乐 和那个片头的特技做的 看得我回回血脉沸腾 你说这就是活儿 你知道吗 这不是思想 这也不是什么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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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 这是就是手头的活儿 怎么样 我们最近 我发现我们其实各行各业 有一个问题 就是干这个活儿 你说做手艺的人流动性特别大 对了 他有一个 但是现在中国提了口号 叫中国制造嘛 2050嘛 就是2050年中国制造 要达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 就是一个水平 我最近刚好 因为是在瑞士采访一个总统讲 就讲到他说 中国制造 要跟他们学一个学徒制 这个东西是在德国跟瑞士 就是什么呢 其实你就是一个 就是青年人 他在16至18岁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去读大学 或者你考不上的人呢 你就去一个就是绩效 咱们中国其实也有这个绩效 但是跟他们的操作方式不一样的 他们就是你就是干这个 他这个绩效里面呢 是政府不规定你上什么课的 是由行业来决定 由公司来决定 那么呢 我就培养你干一个面 你这个面包师吧 他规定了 比如说全国 就是几百种行业 你面包师 我就学着面包师 但是呢 我每个星期 也有去上那个文化课 他会不会要考试发什么 当然有 当然有 而且是呢 他这个学出来以后啊 他这个行业就会用到他嘛 而且他的工资待遇 有时候比大学毕业生还高 是非常受尊重的 所以他说 他们的行业流动性 是没有那么大 他们有一些 就是这个生产线到中国以后 他就发现就不行 说经常换人 经常换人 这个东西就没有法做的一样 我在工厂待过 以前我知道都是车前袍 那就是八级前功啊 是所谓最高的 现在人家完全没这个概念 也不要说这个没有了 原来叫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现在数理化也不需要学了 现在什么东西 拿个苹果机 都是电子啊 创新啊 一听到我听这样的口号 那还有没有就是工厂的某些技工 他真的是几级几级 以此来为人生目的 追求的呢 我这个真是困惑了 真是困惑了 但具体回到这个电影啊 有一个现象 我注意到很反常的 一般来说 拍电视剧的人啊 他出名 真正出名是靠电影 靠电视剧赚钱 靠电影出名 只有这部戏例外 这部戏里边的演员啊 都是因为演了这个电视剧以后 人家出名了 以后再演电影 小龙女跟阿诺斯瓦斯 那个演电影啊 人家觉得 所以你还是会觉得 电影会慢慢慢慢 被这种 被这种就是 另外的网络渠道的 总体不会 总体不会 但这是个别现象 我盼望的是什么 我盼望的是 像我们三国这样的戏啊 用这种工艺来打造 那真是不得了 我们的三国演艺 对我们的剧本 是一点不差的 那比他要好得多 我们的文系 但问题是 我们常常觉得 就是说 观众很熟悉了 演的时候就是 你看由于成本了 由于演技了 由于耐心 制造工艺了 你比方说 假如三国 也来一个一年十几 放个十年 就这么慢慢的磨 有这样的钱 有这样的功夫来打造 我们也有一流的演员啊 我们也有一流的摄影师 我觉得是一个文化生产机制的问题 我们的三国要是也这么拍出来的话 真真是 对 我们太要亮了 对 我们就是 快 然后就是个剧组 然后就马上算钱 总个多少 然后一下子就要 对 我最近看英国那个戏 那个Crown 就The Crown 讲那个英国王室 我没看完 看不下去 是吗 那咱们正好相反 我是也是 也是我一打眼就发现这个戏太精致了 就是桌子 包括装文件的那个袋子 那种成就感 那种历史感 然后还有所有的演员长得真像呀 我就是给那个那个女王的老公给给看看 为什么 就是太香了 你不觉得吗 好像 讨厌那一塌糊涂 这个人 你知道我看这个就是敦克尔克大车队 这个我看那个朋友圈里 有一个学纪录片的一个孩子 你都知道 就是说 他的这个功夫啊 比如一个剪辑师 这个这个片子的这个剪辑师 他在这个台子前面 这一千个小时处理几个细节 然后呢 他分析的那些妙处 需要是咱们看不出来 你知道 这就是一种什么精神 我也不知道 就是说那诺兰呢 或者是剪辑师 就说这个音乐和这个某个点 是怎么配合的 然后这个里边有什么审美情绪 天哪 我说我要先看了这个文章 再看电影 就好了 这是毫不立即 专门为人的 说实在的 就是就是某个专业行当 为什么我说这个干活 你的有些较真 已经跟观众无关了 观众甚至感觉不到 但你也不能说他无关 可能一千个这样的地方加起来 就形成观众的一个 我们我们我自己能感受到 就是我们有时候写论文啊 为了很小的一段 反反复复一天在折腾 一天在折腾 然后写出一段文字了以后 自己很开心 但回过来一想呢 鬼才不会注意呢 人家看我总共才多少人看 看到这一段谁都不看 徐老师 要相信天知道 天知道 将将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当然咱们也得明白一个背景 就是这也是西方 一等一的精品了 他可能那一千个里面 西方的烂据也多的是 对吧 咱就是说这个最好的这个水准 而且就是你觉得他们这个里边啊 其实我觉得吸引我们的啊 我不知道更年轻的人怎么样 吸引我们的去有种 呃 就是举足轻重的感觉 比方说 里边那谈的都是几个王国 但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国家的这种利益 征战 而且为什么就吸引我们的 我觉得就是啊 你不能说他仅仅是娱乐的 他虽然不是信使啊 可是呢 对于我们爱好历史的人呢 他有有些地方是英国历史 有些地方又是某个地方的历史 他让你感觉到很多 在真正 其实我觉得他是有人文感 有历史感 有人性感 就这里边的人性之间的算计 阴谋 对吧 哎 这种让我们看着啊 好像符合咱们那个心里的那种能量 你看他制造是 HBO是美国 嗯 但是美国认主归宗是认的是英国历史 虽然当初美国人是跟英国打仗 夺回来的自己的独立 英国是敌人吧 可是他认你英国文化 因为你的英文的关系 所以大量的观众是朝着这个 这个英国的历史这条线 而且就因为英美文化在世界上的 这种霸权地位 它造成了一个西方世界的 一个一个一个现象 你看看你德国的 现在就拍不了这样大的戏啊 法国的也拍不了这样大的戏啊 这完全是跟他们文化殖民的 语言的这个 我们说的说文化霸权有关啊 所以会不会您刚才假想说 我们的三国如果给拍出来 但是呢 因为我们看这个权力的游戏是 假设大部分人 全世界的人对英国的历史多少有点知道 那如果三国拍出来 不知道中国的历史 完全不知道 他们就带进去吗 他们就看了以后就说 哎 这很像我们的玫瑰战争啊 七国咋兮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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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还有一个他里面的各个国家的人的样子也不同 对吧 差异性很大 反正我看到过有特别矮小的这样那样 可是三国里面能人的样子能出来那么多丰富的 他们也有没有特别大不同 说实话在我们看来你哪里分得清楚 从外表上分不清楚哪个国家 只是他特别从颜色上 北国的是冰的黑白的 他整个就两种色调 一种是黑白的 三国就混三种颜色 南方是一个什么颜色 曹操是一个什么颜色 当然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 这个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问题 它的有些个范儿啊 不是我们这个国情或者说东方文化里有的 你比如说这个像那个这个谁啊 小小小小小朱如 弟弟这种说话的方式 我都觉得好像我们就很难有 再一看